我们看一下做一个6寸的提拉米苏需要哪些原料 手指饼干100克 马斯卡蓬奶酪175克 淡奶油175克 蛋黄一个 糖50克 咖啡酒20毫升 吉利丁片1.5片 咖啡100毫升 还有适量的可可粉做装饰 第一步先把蛋黄和鲜烧糖放到一个容器里 下面用小火加热 加热到这个蛋黄的颜色变浅了 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然后呢把马斯卡蓬奶酪加进去 马斯卡蓬是做那个提拉米苏的指定的奶酪 不可以用其他奶酪来代替的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先把它放到一边 我们再重新拿一个干净的容器 来打淡奶油 淡奶油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冷藏一天 打到这个淡奶油呢 可以很缓慢的流动 然后打淡奶油拎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垂下来的小尖尖 打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淡奶油呢 拌到刚才的那个奶酪壶里面去 把它拌匀 拌匀以后呢 先把它放到边上 那今天要先用冷水把它泡软 它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把刚才 冲好的100毫升的咖啡 大到一个碗里 先倒50毫升 一半左右吧 然后呢把它放在 一个加了热水的锅子上面 用隔水加热的方法来融化吉利丁片 把泡软的吉利丁片放进去 全部融化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放在边上稍微放凉 不要很烫的时候 倒到奶酪壶里 放放凉再倒进去 然后迅速地把它搅拌开来 盘子把剩下来的咖啡叶呢倒进去 然后再加20毫升的咖啡酒 然后呢 手指饼干蘸一蘸刚才的那个 咖啡和咖啡酒的混合液 把它蘸一下 然后铺在这个蛋糕膜的底部 敷一层 那蘸的时候不要蘸太多 蘸太多的话 那个咖啡叶会最后都流出来了 那最下面这层的手指饼干 铺好以后呢 就要倒入奶酪壶 用拐刀把它稍微抹抹平 然后我们再铺一层手指饼干 抹平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冷藏4个小时以上 就把它拿出来 它已经冻住了 我们要进行脱模 可以准备一个杯子 然后放在这个蛋糕膜的底部 然后把它顶出来 再绑一个蝴蝶结在上面 再绑一个蝴蝶结在上面 打凑是 这身边 打凑是 黄不戴 就像是 关键